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第六章的重点是中纬度的纵观尺度的天气系统 原始方程经过尺度分析的简化之后 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气运动的原理 但是对于实际上做天气预报还有诊断分析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第六章我们除了经历平衡近似之外 我们还有再加一个准地转近似 做了这两个近似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准地转微卧方程 这个方程要用来预报重力位 另外一个是Omega方程 Omega就是垂直速度 就是在压力坐标用压力当垂直坐标的时候的垂直方向上的运动 用Omega Omega方程是用来诊断垂直运动的 所以这边有三个复习用的问题 这是上学期教过的一些名词 所以如果我在讲这些部分 你觉得听起来似懂非懂好像有点印象又不记得内容是什么的话 你要自己去复习 净利平衡近似地转风还有地转近似这些都在2.4节那边有讲过 我们先讲一下中纬度的天气系统 它的主要的特征 中纬度天气系统它因为处在具有斜压特征的行星尺度气流当中 所以它的形状不对称 在封面附近的话常常会有强风还有明显的温度梯度 系统的强度还有相位通常也会随着高度有很明显的改变 高度会有点倾斜系统我们会说系统的结构随着高度会有明显的倾斜的特征 再来就是这些系统很容易受到地形还有海陆分布的影响 所以它在空间上面的变化相当大 最后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当我们把实际的风场做了尾向平均之后 剩下来的扰动场 其实它并不完全就是纵观系统 所以我们在这边理解这个纵观系统跟尾向平均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能把纵观系统当成是这个背景场中的扰动 就是这个比如说UV它平均完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扰动 但是我们在第八章里面我们为了简化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会直接就把纵观系统当成是我们做平均以后剩下来的那个部分 那个小扰动物 我们其实事实上第八章是会采用这个观点的 但是这里还是要提醒同学说 这只是在分析上面还有理解大气运动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技巧 但实际上的中观天气系统 它并不是这种被平均完以后剩下来的扰动 这么简单的东西而已 首先我们先简单介绍中纬度的天气系统它的气候特征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是中纬度的喷流 上面这张图是DJF就是12月到隔年2月 也就是北半球冬天的气候平均场 下面这个JJA就是678三个月就是我们的夏天 黑色的磁线 这些是平均尾向风的等风速线 所以这个30这边就是30个meter per second的风速的意思 这边的虚线是温度长也就是等温线 你可以看到说在中纬度的地方南北的温度梯度 它的就是这个等温线它这个倾斜的斜率呢 它在北半球的时候它的东下差异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边比较斜一点 然后到了夏天比较平缓一点 那这个这种季节上的差异在南半球是比较小的 这是因为南半球的海洋比较多 海洋的面积比较多 那海洋具有相当庞大的热容量 所以它可以调节大气的温度 那由于我们的这个平均尾向的风 它必须要遵守热力风的关系 所以它的强度会跟温度场的梯度 南北方向的梯度会符合 所以你在梯度比较大的地方 温度梯度比较大的地方 风速就会比较强 这样的差异呢 就在北半球会比较大 南半球会比较小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风速最强的地方 这里我们叫它喷流轴 那这个喷流轴 它出现的位置 差不多是在对流层顶的地方 那对流层顶的判断就是在这边 温度梯度比较大的这个地方 可以再看喷流轴的纬度的位置呢 在冬天的时候 DCF是北半球的冬天 所以北半球这个喷流轴 它在冬天的时候会往低纬度移动 移到差不多北纬30度的地方 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它就会往高纬度移动 会移到差不多40到45度的地方 同时喷流轴的强度 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冬天的话 差不多有42个meter per second 但是夏天就只有一半的强度 你可以跟南半球的这个喷流轴比较 南半球的冬天是JJA这一张 所以南半球冬天的喷流轴的强度 大概也是41 但是到夏天它只有降到30左右而已 所以这个季节上的差异比较小 北半球的喷流的强度 在季节上的差异比较大 接着是喷流和纵观尺度 扰动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张图是北半球冬天 200百怕的回向风的等风速线的图 那这个实线这边有一条比较粗的 这是20meter per second的线 在亚洲跟太平洋交界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强的喷流 就是我现在用蓝色虚线 大致上框了一下这个位置 那另外在美洲 北美洲的东北方这里有一个喷流 第三个喷流会出现在 在非洲到中亚这个地方 那这三个就是我们地球上 在北半球比较主要的三个喷流的位置 那在这个喷流的下游的地方 因为我们中尾都是吹西风 风会这样吹 那在下游的地方 会出现比较多的纵观尺度的扰动 那它就会跟着喷流往它的下游移动 所以会在喷流下游这边 形成风暴路径 Stone tracks 那这边会有一个蛮明显的风暴路径 另外一个就是出现在北大西洋的这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尾度的大尺度 平均流场它的特征 那这边看的是一月份500 百帕的重力位高度 这边的等值线都是重力位高度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在东亚这边有一个低压槽 那它的位置因为受到海陆分布的影响 会长时间的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叫它半永久性的低压槽 所以出现在东亚地区的这个喷流 我现在用蓝色曲线框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上一张看到的东亚地区的 那个最强的喷流的位置 这个喷流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半永久性的低压槽有关 所谓大尺度的平均流场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经过长时间的 尾向平均的这个等高线 那它本身就具有精度上的空间差异 就是你在这个不同的精度 然后那个大尺度流场本来就是 会有些比较强有些比较弱这样子 那这个中观尺度的天气系统 其实是镶嵌在这个大尺度流场中的 那观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大尺度的流场其实每天都有变化 而且它的变化会比你这张图上面看到的还要大 因为这张图是气候平均长了 那实际上这个流场还有 中观尺度天气系统的阵幅呢 都相当大 而且中观尺度天气系统强度变化 跟这个大尺度流场的强度变化 它在数量级上面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有强调说 中观尺度天气系统其实不能把它当成是说 实际的大气减掉这平均流场之后剩下来的扰动 因为通常这种小扰动应该要 远小于平均流场才对 可是在实际的大气系统里面 中观尺度的天气系统 它的震动的那个大小强度的变化大小 就已经跟平均流场差不多大了 所以它其实不能视为是小洋洞而已 最后这张是疾风虚的特征 就是在中高维度很容易出现封面系统 那这个封面系统垂直方向上的特征 这边的图这两张都是垂直的头面图 Y轴都是气压 那我们可以看到虚线 这个是尾向峰 这边是尾向峰 所以这里有一个 我写一个J 这边就是喷流轴的位置 喷流的这个轴心呢 通常都会位在疾风区上面的地方 温度梯度很大的地方 那这个并不是巧合 这种配置并不是巧合 是因为风速要跟温度 像你看到后面这个实线 灰色的实线就是卫温 这是因为中纬度的气流他必须要遵守热力风平衡 所以喷流的位置一定会出现在 温度梯度非常大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从等位温线的分布 也可以看到平流层差不多在这边 那他有非常强的静稳定度 在垂直方向上的温度梯度非常的大 所以这里的大气是其实是在垂直方向上是非常稳定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的大气的空气呢 在没有非绝热加热情况下 其实会倾向于沿着这个等位温面移动 绝热的气流会沿着等位温面移动 所以他其实可能会在这个喷流的附近呢 有跨越对流层顶的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到在喷流的附近呢 因为他有很强的垂直风切 所以在这附近的小小洞 他就可以由喷流获取一些能量 然后就成长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所谓的斜压不稳定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后面的灰色的实线 这一样是位温就跟上面这张的位温一样的 粗的实线这个是等位温线 这个等位温线会在封面这边往对流层延伸下来 所以我们上一张在讲的说 绝热的空气沿着等位温面在喷流附近 想要流进对流层的时候 就是在差不多在这附近 他想要沿着等位温面进入对流层的时候 其实他会被这个位温的梯度挡住 在这边喷流的附近这里 他有很强的位温梯度 所以这个位温梯度会阻止平流层的空气进入对流层 那这个是大致上极风区的垂直方向上的特征的介绍 这里一样有些复习的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热力风 然后什么叫做热力风平衡 我们在这边有提到说 朋友这边必须要遵守热力风平衡 所以什么叫热力风平衡 还有慰温 慰涡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这个都要请同学自己再去复习 最后有一个作业 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好几个专有名词 这些都是上个学期学过的 那因为隔了比较久了 所以请同学回家自己复习 我都有把他的章节标上去 这个作业不用教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复习的话 你后面会听不懂 挑这些名词出来 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后面都会用到 所以请同学务必要复习